佛光照大地 法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艾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首先带您来看到瑞典佛光山 日前举办了线上新书发表会 把星云大师的著作《佛法争议》 瑞典文版介绍给大众 发表会上面担任翻译的拉尔斯 还有爱丽森夫妻两个人呢 也分享了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了解 星云大师首席英文翻译官 妙光法师在线上开心见证 人间佛教法传欧洲全新里程碑 因为花了半年时间翻译 教队和排版的瑞典文版《佛法争议》 在这一天终于正式对外发表 线上新书发表会上 翻译这本书的拉尔斯和爱丽森两夫妇 偶尾到来最大挑战就是要怎么把空和无我 这两个概念用通俗语言介绍给瑞典读者 当天就连瑞典佛教会会长 还有翻译家陈麦萍都在线上共襄胜举 而佛光山海外寻见院院长满千法师 也透过他的视角带大家认识这本书 星云大师说 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 因此这本书就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也就是出自佛陀的一个本怀 因此他们都带来这个世间光明 带来善美带来希望 2018年出版的佛法正义 星云大师写出佛陀本怀 带领读者深入认识佛教 找到安顿身心方法 如今更被翻译成瑞典文走进北欧社会 在当地种下菩提种子 也打下了人间佛教在瑞典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另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 总和报道